听见各位穷都这边有大家好 好 风落 这台北股是一路破底 眼看间把12682跌破 很多人都在说 难道我要等到台股10年线的未接 再来耐心的等待出手吗 到底落底条件现在投资人 怎么来做判断 我今天先给大家一个参考 这是中华真信所 今天媒体报道的落底四条件 包含了融资再减 外资全面翻多 还有特定内股 出现连续的大量买盘 以及对利空可以麻木不叠 利多敏感就涨 这几个条件 感觉起来难度是有点点高 那你的落底条件你看什么呢 这个落底条件确实非常高 这个第一个融资要减1000亿 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其实在2018年金融海啸 当时候指数剩下3955点最低的时候 那时候融资还有1100亿 所以它这个第一个条件就不成立了 那我想外资会不会全面翻多 不太可能 但外资有没有翻多 其实有一个征兆 外资其实在股票期货市场 到昨天为止的统计数据 已经是翻多 这是从109年12月以来 第一次翻多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外资全面翻多 目前来看是不可能 对不对 好那当然特定的类股 全资股要连续的大量买盘 这个其实在今天的金融股里面 其实可以看到一点资 因为现阶段在护盘的过程里面 护金融当然是比较安全的一个选项 我认为它是安全有效 那另外的话 最有效应该是护台积电 毕竟台积电是重中之重 如果台积电可以重新占回400元以上的关卡 市场信心就会比较提振 这才是代表说你真的有在护 而且很用力在护 那如果不是很用力在护 那就是护金融 护金融也会让大家知道你有在护盘 所以今天指数破12682之后有反弹 那来到了尾端 现在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好像感觉又来到了 这个当中 这个现股当中的一个 或是当中交易的一个卖出时间 所以指数又开始压一下 但只要能挺过这一段 我想今天还是 最好是说在12682以上 那这个是我看到 整个控盘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要落底 那当然就是刚刚所说的 这个台积电能够甚至沾上400块 那就代表市场上 短期上最强最好的股票都在补跌 不然的话 还会有更多强势的股票在补跌 像今天还有人在补跌 9802的F运期 哇 这是其实在9月份才刚刚创下新高的 它今天在进行补跌 哪有就像2308的台大电 哇 其实10月初才创的新高 今天也在补跌 3023的新榜 昨天才创新高294 昨天294 今天244还跌停板 两天又跌了50块 这都是现在市场的兴奋 这个信心不足的一个表现 所以如果把信心拉回来 自然而然整个底部就会出现 那你如果不把台积电拉起来 电子股就很难往上进行带动 那台北股市加权指数里面 电子股的比重又非常高 所以这边还是要看台积电的真实质问 那当然这样才有机会往上攻 但有一些比较好的状态是 现在看起来 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在 香港股市的一个下跌 拖累台北股市 中国的A股下跌拖累北股市 但现阶段 香港跟中国基本上都已经翻红 而且在上涨 对 今天早盘震荡刷洗臼 其实开始出现了 好像传出了盘中包含来 人行的一些出手救市 释放一些流动性 其实对股市这一波 开始起了比较有效的刺激作用 我认为其实基本上 你如果能够把人民的肚子顾好 但政权资源就会稳 我觉得这个在台北股市 也是一样 那我相信这边已经指稳了 那外围的环境指稳 那今天当然就是顺势的 利用台积电压盘之后 让股价更低 所以我会建议 今天投资没有 其实不用过度去做杀低的工作 除非你的手中股票 是那种高档即将要补跌的 如果是高档即将要补跌 或是产业前景 确实是已经未来一年两年 都看不到利多替财的 我觉得今天才要去好买 不然今天这个结构上面来讲 说不需要去卖股票 而且排面上有一些个股 都已经开始经营反弹 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讲 包括说像先跌的先涨 面板 ABF 记忆体 半导体程度制程 还有包括板卡 这些都是已经先跌完 已经先开始经营反弹 这些股票慢慢的阻底 也会让大盘的底部 正式的成型 所以正式的成型之后 未来再往上攻的力道 就会比较扎实 那我们再看 如果来到这个位阶的话 我在今天早上跟大家 报告连线的时候我就提 你要去找的当然是 常见产业题材最好的 现在一段看起来趋势最明显的 还是在电动车 相关的一个题材 早上跟大家报告了 2402的溢价 就算今天指数破底 人家股价也没有破底 刚刚盘中还是翻红 这个就是绝对价格便宜 产业成型趋势是正确的 然后筹码有外资有投信 其实资金还是要再找个出路 不会全部都逃离市场 每天都还有一千多亿的成交量 资金还是要找方向 那像溢价这种营收又成长 价格价格又便宜 往下跌你空间也不大 更不会有被借券放空 或融券放空太多的一个机会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反而这边会比较强 那现在在临线的过程里面 包括说像鸿海 早上还做一个下跌 但是现在已经翻红 那相关的一个供应链里面 广宇 今天早盘也有很多人在提 这个是所谓电动车限速 股价现在是红的 包括说像3149政党 这个未来可能会做车用的玻璃的 像861的副顶 今天也是红的 623我的华夫也是红 那这些其实都是所谓的 鸿海MH供应链 相对比较强的 还有我今天其实在看两个 我觉得这一波以来 我一看到整体的一个 电动车的一个资金 在流动的过程里面 最近在走最强最强的 还是所谓的充电桩 前段时间才最强的是 3046的建计 对不对 它也创高 那现在干嘛 在进行补跌 那你看过去几天 投信是小小买 外资是小小买 但是这个买力不够 而且价格又高 所以我今天看到 这一波 这个充电桩 整个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我倒认为 今天有一档客户 我觉得在这个交易附近 投资民也可以开始 小亮的做一个观察 不见得马上要下手 但是它有一个 轮动的一个节奏 我们从今年来看 节奏 尤其是在下半年 最强的一个电动桩 是我们在五月份 就跟大家先领先报告 是307的要胜 前一段时间最高 要到51.4 现在一段还是强势整理 在44块多附近 还是相对强 但它在这边 进攻有什么 进攻不足 防守有余 它这边大概是 以防守为主 然后像3046的一个舰机 是最近这一个月最强的 那它也开始进行布谍 可是中年车 其实在国内最早 经营很久 然后又有台尼去进行 所谓的一个参加私募的 是代号2457的飞鸿 我记得在去年12月份 传出来的一个私募价格 是40.26 现在价格比大股东还便宜 那当然它也不见得 要马上拉 毕竟是私募 也不能说一私募进去 之后马上就卖 但是这个价格 绝对相对来讲 是比较有性 有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那如果以现状段来说的话 它股价其实也没有在进行 一个强势的一个破底 那最近它的一个股价 就在这边进行大底 那今天居然在大盘跌的时候 破底的时候能够翻红 在大盘破底的时候能够翻红 那大多数就是 我们所说的先跌的现涨 那它的高点 其实在去年的12月底 在53块1 那现在股价 其实离那个位置 大概还有将近4成的空间 那股价我认为 在这边竟然足底完成 整体的营收来看看 虽然说它上半年 整体来讲 还是属于一个亏损 但我们知道 它未来的一个获利转机 包括第二季 就已经是正式的一个转过因 单机是赚了一毛八 那第三季的一个营收 跟第二季来讲 还是有进行一个 小幅度的一个成长 所以它第三季 也有机会升线获利 但重点是 未来它的一个 整体跟国际的一个 出货的部分里面 包括像可牌 它也有开始出货 跟它做一个联手 还有就是跟微软 一起在做所谓的 充电装置的市场 那我想 未来它的一个营收成长 也会比较有机会 那股价在这边的话 既然已经出现了一个 主体的一个状况 投资朋友可以一并做观察 好 那风鲁我们也帮大家说 先做一个整理 因为今天我今天火线化碟 来整理一个重点 现在盘面当中 很多大家都在讨论 我手上各国短线跌这么重了 有没有抗跌 或是跌无可跌 甜蜜点来了的一个机会呢 比如说像之前的面板 机体 载板 货柜 大家都想问了 我最坏情况就这样了 跌无可跌了吗 今天联发科又拉回 这部的反攻还是偏弱 那这个礼拜刚好又遇到了 是IC设计的法说 接力在进行强短 我短线上可不可以 来抢个小反弹 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还有金融股的长线存股 殖利率甜蜜点真的来了吗 因为短线这些族群 都是排面当中 之前非常弱势跌 今年来跌很重的 我短线怎么掌握进出点呢 我想其实先跌先涨的 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我会建议投资片 像面板 因为其实它之边的一个亏损 大概是很明确的 那你如果要去做布局 请记得采取到接近季线附近 做一个支撑的一个买点 那一样 则有一个关键原则 买黑不买红 它只要红了 你就不要过度去做一个追加 而以友达这一波 是先跌先涨 先涨到了10月18号 创了一个短线的一个大量之后 拉回来休息 那现在在月线跟季线附近 做整理 我会建议 它接近季线附近 再去做一个布局 但是八一的群创 也是如此 都是来到季线附近 再做一个考虑 另外的话 记忆体部分里面 其实这一波带头的 应该还是所谓的 2408的一个南亚客 那它在这里面 也是在半年线跟季线 做整理 投信的筹码还没有松动 那所以 它如果拉回到季线 也是一个布局区 但是一样的关键原则 这些个股都不是一个 它准备要突破往上攻的 突破往上攻的个股 它的一个现象很明显 它是属于一个突破 所有高点 没有套来卖压或几套卖压 这个才容易冲出去 不然的话 以现阶段的一个结构上面来看 你往上反弹过程里面 我就举一个 我们最常讲的3037的行星 你看它这一波 其实最低点在106.5 那反弹来到了月线之后 它就会爆量开始休息 然后再从月线这边往上攻 但你没有发现 你只要追红爆量一攻 你很容易买到短线高点 昨天的一个高点 是在127 那今天其实低点 又来到120 现在在121附近 昨天如果去追 也容易受伤 就算投信 昨天还买了2900多张 3189的紧缩 也是如此 昨天也是爆量之后 今天相对来讲 就没有办法再过昨天的高点 所以这一些的 个股的一个操作 只有一个关键原则 买黑不买红 它集叠的时候 接近均线支撑的 所以去做买进 那其他的时间 我认为还是多张 在场边做观望 至于IC社区近期的一个法说 由于现阶段 美国针对于 晶片法案的一个 加重的一个攻击 包括说你要去清查 你的客户 整个供应链 所以我倒是不建议 在整个IC设计的个股里面 去做太多的一个琢磨 因为它现在是 所谓的一个重灾区 当然我认为说 当台积电也都说 除了三难民以外 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多休息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IC设计 长线来讲 是会变得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短线上 功贵于求 但它进行一个 时间性的一个调整 再来就是当台积电 已经能够有产能运用率 相对来讲 已经降低的话 它未来再涨价的一个 空间跟幅度 就会比较小 甚至于它有降价的一个机会 那对整个IC设计来讲 我认为应该是一个 短空长度 所以现阶段 应该是等它 先足底完成之后 再去做布局 不然的话 以现在大家都不愿意流长 今天买了 下午就想要卖掉 早上买了 下午就想要卖掉 如果不卖 隔天你又不晓得 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现在主要还是市场 信心不足 所以今天整个的大盘的结构上面 12682 如果能够守稳 我觉得是第一关 那第二关也就是 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族群 它可以强势的连续上涨 两天到三天 这样会比较好 再来就是投机气氛 其实今天有部分已经开始出现 包括说像 早上跟大家提出来的 2009的第一桶 它其实是有点的投机气氛 毕竟它本身 本业的获利并不是非常的亮眼 但是股价跌升之后 愿意反弹 市场资金愿意去做追逐 我觉得这就是好事 那当然如果今天这个位置 都不建议大家去做追价 另外就是新能源的部分 这一定是长线台湾所需要的 先阶段这么多的一个 金元代工的一个产能要开出来 你对台湾的电力 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一个观察 那像今天里面 像3708的上尾投控 这个风力发电的一个客户 这一波算是跌得相对少的 也有开始进行的话 往上进行反弹 那我们早上跟大家提的 太阳能当然会是最大众 6443的元金 6477的安吉 如果在这边能够直稳 走出一波行情来 我相信市场投机气氛如果增加 资金会比较愿意进场 那整体的行情往上攻的一个 事件就指日可待哦